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准备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给他拿药 然而呢 现在男主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 现在男主又变心了 我们为了这个渣男真的值得吗 我们请看这回分解 云海之冰 云雾翻腾 无尽广阔 没有半个人影 空旷可怕 你稳住 被摇摇欲坠的身体 努力分辨这方向 要去哪边 云海之北 云海之南 云海之西 云海之东 这个如果说仔细有认真玩的话 上一期其实是有说到过 那个要在云海之南 对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走 你一路用手挡住强风 走到了云海的极南之处 风景渐变 气息阴沉而躁动 风卷沉沙 突然 一道飞石袭来 瞬间划过你的脸颊 你痛哼一声 弗勒夫练家 周六周美继续前行道 一个巨大的身影 在你面前出现 威鹅如铁塔般的老翁 拄着拳杖 站在法阵中 一动不动 如同石标般 只见他傲然冷肃 令人味觉 你暗自心惊 他应该就是自己要找的老翁吧 你凑上前试探地问道 老伯伯 他却没有反应 一顿时有些着急 伸出手 在他眼前晃了晃 老伯伯 你可知血腥果 对神的老翁 脸神一素 打烂了你一眼 小花精 这里已经几百年 没有人来过了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 还敢跟老夫问血腥果 对方声若红重 震得你耳膜颤动 你不顾的 你不顾他危险的眼神 心中一惊 心中一喜 哎呀我没有戴眼镜 等会啊 眼镜呢 好了 我现在是能看清东西的小葵了 也跟刚才的小葵不一样了 来 老伯伯 你有血腥果 有又如何 别叫我老伯伯 老夫 乃天爵老人 哎我还以为说 别叫我老伯伯 人家年轻的男人才十八岁 天爵冷冷的看你一眼 不由轻声嘟囔的 现在连狗尾巴花精都能上天了 求求你 天爵老人 我需要那个血腥果救人 你急切地恳求道 天爵冷哼一声 救人 老夫从来没有救过人 绝无可能 你 你有急有气 看来 这老人的确很难缠 难道要硬取吗 你微微领神 心中快速撕 撕 不拎不拎着 我们是智取还是硬夺呢 还是那个 还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小狗尾巴花精 谁都打不过 硬夺肯定是那个 又要进入战斗 然后战斗也不一定能赢 所以咱们就只能智取 咱们每次都是靠智取 咱们就是一个 就是个笨 不能说笨蛋 咱们是弱爆了 只能智取 天爵大仙 哎呀 你挺厉害啊 你知道叫他大仙 是吧 不叫他老人 这位大仙 小女子 真的很需要这颗血腥果 而且救人一命 胜造七七浮屠 啊 不是七级浮屠吗 鸡善员 得善果 若是你 肯把它给我 我顶坐牛堕马 亲近所有 来报答你 你言辞 肯定地请求道 静灭老人 冷冷看你一眼 似乎觉得有些可笑 别拿那些狗皮 鲜加虚伪的一套 来宽我 老夫竟然连着血腥果 都敢 培育 怎可能信什么 因缘因果 小花精 你在老夫眼前 根本不够看 老夫很久没有见 见过像你这么不知死活的人了 且饶了你 快点滚吧 天君老人 天君老人 微微服袖 便扬起漫天风沙 近风吹得你 险些站不住 你抬手挡在身前 拼命地维持住身体 不行 我一定要拿到血腥果 求救你 把他给我 天君老人 微微惊讶 你普通一声 跪在地上 静灭老人 审视了你一眼 小花精 你这么不顾一切 想要救的人 他是你什么人 你闻言一争 月华君对我来说 是什么人呢 月华君对我们来说 什么人呢 他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又是我们的心爱之人 但他现在已经不爱我们了 现在又爱别人了 其实他也不是爱别人 他现在不知道爱是什么 他就是像块木头一样 对吧 但确定 确实咱们女主 现在是喜欢她的 要女主爱她 所以对她来说 她是心爱之人 所以我们心爱之人嘛 静灭老人 文言不怪一笑 几百年前 也曾有过一个像你这样 为了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女子 甚至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九重灵霄 实在是愚不可及 可悲可笑 一见静灭老人 脸色疯狂愤怒 不由得脸色发白 难道更加触怒他了 却也不知他说的是谁 请这老人神色健素 不怀好意地看向你 不怀好意 你要做什么 血腥果老夫可以给你 但是 嘿嘿嘿 你文言惊喜道 真的吗 多谢 哎 别急着道谢 血腥果可是老夫精心 培植了百年的宝贝 难道就这么白白给你吗 这 怎么办 他不会让文鱼一身相许吧 不要啊 你心中一紧 仓皇地想着身上有什么珍贵之物 天觉老人阴阴一笑 完了 完了 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放心 我要的东西你一定有 你顿时微微松口气 不说他想要的是什么 你还松口气 你不觉得他很猥琐吗 开始污了 不知道 老夫活了千年 可从来没见过一个狗尾巴花精 他诡异的上下打量你 是吧 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见过狗尾巴花 我还没有试过 老夫痴迷炼药 不知道用成了金的成了金的狗尾巴花能炼出什么东西来 他要拿怎么炼药啊 你闻言大惊失色 身体一颤 你 你要用我炼药 倒也不用你的命 只要用你原生的一部分就好了 金面老人 阴森邪义地笑 你抓紧了手 浑身颤抖不已 怎么 若是不愿 就算了 你心中一颤 急忙地抓住他 有人说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那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没有别的选项 只有一个愿意的选项 那好 老夫出不得法阵 你站过来些 献出原生来 可是为了救他 我自然是什么都愿意的 好 我们就变回了狗尾巴草 不准备好了 放心吧 要不了你的命 你点了点头 天哪 天哪 这里好虐啊 臭啊臭啊臭啊 你无法形容的痛 你 无法形容的痛苦 掀洗了你 无边无际地 让你痛晕了过去 是否开启上帝视角 开 好好好 口着哈哈哈哈 好不走心 哈哈哈哈 这回算是有新药材了 世间最傻 莫过于痴心人 这小花精 也是个执着之人 如此痛楚 却不放弃 就为了救旁人 真是鱼不可及 不过这狗尾巴 怎么如此芳香 奇怪 奇怪 罢了 这仙界之人 还来讨要老夫的血腥果 不更奇怪吗 被那些仙家发现 可不得了 哎 血腥果 咱们要的是那个 下雪的血 血腥果 它这个是血 鲜血的血 咱们会不会被骗了 对吧 跟咱们说的 不是一个东西 但你恢复意识 就见天真老人 那真的原生的一部分 面有得瑟 得瑟 你也会得瑟呀 血 血腥果 放心 老夫自然不会食言 虽然实在是不得 不止当 小花精 这是血腥果 拿去吧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颗番茄 原来血腥果就是番茄呀 终于拿到了血腥果 你拖着伤痕累累的 狼藉不堪的身体 回酒花店 你一步步 踏上月华的寝殿 柳儿在你怀里 发出奇异的鸣叫 你把它抱出来 怎么了柳儿 却见柳儿眼眶里 似乎流出了晶莹的印 哎呀 柳儿都哭了 柳儿都知道 心疼咱们 柳儿来 拔开宠物系统 你饿了吗 你饿了吗 给你吃点东西 喝点水 给你拔个毛 拔个毛 你微微一睁 是我眼花了吗 鹦鹉也会哭吗 正当你疑惑之时 却听得 请殿中一道熟悉的声音 谢谢皇儿的药 月华 她的声音 温润如往昔 却听得 却听得一个女子轻笑 你我之间何须言谢 这是我求得佛祖所赐的灵药 快吃了吧 吃了 你的伤便会好了 嗯 隔着房门 你通过竹影 看见两个身影依靠在一起 甜蜜而温馨 你吸入刀脚 原来 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做的 都是多余的 是否要进去献药 咱们进去吗 骗人还在里面恩恩爱爱你浓我浓 咱们 咱们去不去 不去 不去 我成的党 可是不去的话 咱们 咱们不就 白白的 好不容易拿来的药 都说不去 那不去 算了 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了 你转身欲走 却听见一声熟悉的声音 哪儿来的邀请 你心中莫名一酸 只好敲了敲门 是我 翁灵 我寻到医药 希望能治好约华君 不必了 你好冷酷 好无情 好无理取闹 你心中一痛 转身欲走 等等 让妹妹进来吧 想来 也费了番功夫呢 我跟你们说 这个四皇他最假了 表面上总是装好人 不定又打的什么歪主意 那好吧 你看他们两个 我估计让我进来 就是为了看 让我看这一幕 然后让我伤心 让我死心 四皇打亮你一眼 微微惊呼 妹妹身上 怎得这么多伤 玉华君神色不改 没什么 练功时 不胜所致 还是快把血腥果给他吧 好 然后呢 你从怀中拿出了一个西红柿 在手中恍然 一个心脏般的 一个心脏般的西红柿 你看这就是一个西红柿 微微跳动 突然月华君 面色大变 猛然捂住口鼻 咳嗽不止 住手 你来了什么东西 好大的血腥之气 完了 咱们被骗了 四皇 迅速挥秀将你 手中血腥果 摔得粉碎 你也被推倒在地 妹妹 我相信你一片好意 才让你进来 你明知仙君受伤 最急着妖 妖邪怨气 你还献上 如此阴魂锁炼 怨气冲天的血腥果 你看是这个血 什么 我 我不知道 我以为这果 跟旧约花卷 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 咱们回忆一下 是谁让咱们女主去的 是 有几个 然后 有几个宫女 故意在 咱们的房门前说 哎呀 估计只有血腥果 才能救优 怎么怎么样 对 这肯定是有人安排的阴谋 故意引咱们去 然后结果 这个东西根本救不了她 然后这样就有理由 是吧 哎呀 你居然害她 是吧 就有理由 把她们赶走了 对不起 我 我反而让她 声势加重了吗 风铃啊 风铃 你真是愚不可及 眼泪无声地落下 你勉强支撑起身体 一曲一拐地走得出去 回到房间之中 路上 遇到那些宫女 皆惊异不定地看着你 还有一些 幸在乐祸的轻声道 这妖怪还没死啊 自己应该是 被她们给骗了 但是眼下 你已经无力 再去计较她们 既然有了四皇天女 为华君的伤 将来也不用你 白费力气 弄巧成拙 自己可以走了 可是 却没有机会 再与她好好告别了 现在她应该 连见都不想见自己了 就这样偷偷地离开吗 再见一次 直接离开 要我我就走了 人家都让咱们滚了 咱们还去 我不想去了 不要去了 我要走 对 走 你心中下定决心 身上太累太痛 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你不是走吗 你怎么又睡着了 第二日 你收拾好寥寥无几的行李 便打算离开 却见一个宫女 突然 不耐烦地进来 你要走了 你默然地点了点头 我们仙君要见你一面 跟我来吧 真的假的 我感觉 她是不是 她是不是又要骗咱们 月华多人怎么滚了 她怎么可能见我 她是不是 又要引咱们去什么陷阱 你还期待 将你带到一处店中 那宫女轻蔑地 在这等着吧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 你暗自想起 月华君的温柔浅犬 这便是最后一次 在心中描摹她的容颜了 以后便永无相干 不然一阵脚步绳 你心中一动 正要回头 却遭到一阵重击 你看吧 完了 一道法将你击飞 你口涂鲜血 忽然倒在地上 动弹不得 恍如一个任人宰割的鱼肉 刘儿迅速飞出 着急地在你身上盘旋 一双滑贵的鞋 出在你面前 没想到 你还能从云海之南的 妖魔禁地活着回来 真是不可笑 小什么来着 不灵不灵 亏 不可笑亏 小亏 小亏 简直来 四皇天女微微腐朽 眼神不负温柔高贵 而是充满了怨毒轻蔑 你 你连声音也发不出 艰难地伸出手 被他猛然踩在脚里 你惨叫一声 泪水涌出 鲁儿猛然啄向四皇 却被一掌抓住 别杀他 我当然不会杀他 他可是月华 送给我的定情之物 四皇媚眼如丝 却逐渐冰冷 不过 连自己的主人都认不出 看来 我需要先把他 先把他 关起来好好拐教一番 你眼睁睁看着 四皇将柳儿收走 喉咙沙哑地难难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费尽千辛万苦 重回天宫 却不料 为你这个贱人 借我名义截足 我已经给了你机会 你却还不知死活地 来爱我的眼 四皇冷冷一笑 美丽的凤眼 厌恶地看着你 一只小小花精 还想和我斗 你心中气苦 却连一句 一句话都没有一起说了 我碾死你 就比碾死一只蚂蚁 还要容易 四皇豁然出手 又一招击中你的胸腹 你惨叫一声 剧痛之中身体现出了原形 这就是你的原形 比你画人还要丑陋 四皇轻轻捏起 眼波微转 就算你死了 也不能死在我手上 不如把你丢进老君的炼丹炉里 烧得连灰都不剩 谁也找不出来 我这个主意 我这个主意 是不是很好啊 花症乱颠颠了 你在他手中 奄奄一息 心如死灰 四皇 将你放入袖中 一路走出大殿 往老君的住处去 你在他袖子里摇摇晃晃 浑浑顿顿 也不知道了何处 突然一阵震荡 四皇似乎停下了脚步 已经到了吗 自己 就要这么悲惨地死去了吗 却听四皇天女 犹疑道 月华 你闻言一阵 你闻言一阵 回忆往昔出现那一幕 她也是在自己 最无助的时候出现 别怕 有我在 许你有事无用 那是第一次 被人保护的感觉 那般俊美如画 温润如玉的男子 早已扰乱了 你心中的春水 那般动听的话 还恍若着息 却以面目全非 若是狗尾巴也会流泪 此时 早已 泪雨旁沱 我在这里 月华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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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微弱地希望 你紧紧全力地挣扎 却掀不起一丝涟漪 你的伤还未痊愈 怎得就出来了 四皇口气 自如地关心道 服了你的药 已无大碍 月华闻咽道 月儿的声音叫人沉醉 皇儿神色匆匆地 要去做事呢 我 四皇微顿 你心中意紧 我想再去老君那儿 为你求一颗丹药 四皇低声细语 柔肠百结 月华军似乎靠得近了些 皇儿的好意 我知晓 我已好的七八 无必再辛苦你了 为了你有什么辛苦的 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我取了弹药便回来 不 不要 你浑身颤抖不移 心在弦上 月华军顿了顿 那好 他似乎是要离开了 你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般 委屈得不再挣扎 四皇健壮 四皇盈盈一笑 低头看了你一眼 月华 四皇突然出声喊道 我还有一事没有和你说 何事 那个花金 风铃 似乎今早 便不知所踪了 我骗了宫女们 我派了宫女们 四处找都找不到 我有些担心 毕竟想来她昨日 也许不是故意的 你心中一阵无味杂陈 她只是在干什么 不如 我在派宫女去找找吧 想来她也与你相处许久 若是说了什么事情 你也会担心吧 月华沉默了一会儿 你的心 也不由得被高高悬起 不过一株狗尾而已 再寻常不过 随她自生自灭 不过一株狗尾而已 再寻常不过 随她自生自灭 月华君所言 在你耳边不断回答 刹那间 五雷轰顶 单长寸断 往昔那些温柔的时光 在脑海中唯一重现 千种心动 万万温柔 最后都画成了这一句话 便随她自生自灭 月华 月华 你好恨 我好恨 我好恨 我恨我傻傻地爱上你 我恨你自我无边温柔 却又给我无尽苦无处 我恨她骗我 害我 更夺我性命 若有来生 我再也不要遇见你 若有来生 我要她血债血肠 四皇目送月华君 渐行渐远 明依眼旁 瞬间变得猙獰而狂傲 小花金 你听见了吧 你这回死心了吧 你漠然无声 心中一片惨白凄凉 不过月华说的也对 把你丢进炼丹炉 不免毁了一炉好药 就让你自生自灭吧 四皇猛然抓住手 随手一击 你便凌空飞出 急速追下九重天 身体在急速中下坠 九重天雀 逐渐消失在眼线中 风生丽 心如灰 这场叫人心醉 也叫人心醉的梦 就这样结束了吗 意识逐渐模糊 身体被烟灭如灰飞 魂飞魄魄散 行胜俱灭 一手逐渐模糊 身体被湮灭 朦胧之中 身上似乎有一雾 发出药养红光 刹那间包固住了你 无数回忆 纷至 什么来 我需要求助 公平的小伙伴们 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有人说她 有人说她 哦 无数回忆 纷至她来 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你终于想起了 你原来是那戏文之中 胆大妄为 围获人间的万妖女王 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期分解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